这是为了某种基因型对这个生物的生物有利 所以经过长久之后 这个基因型的频率越来越多 我做 一定要找伴利来说明 就以梦德当时找那个高筋跟矮筋为例 你的族筋中有大T大T 有大T小T 有小T小T 假设小T小T是矮的 而它这个基因型的个体数 占了10% 假设 而这两个高筋的占了90% 假设是这样子 结果隔了几代之后 哦变咯 咱们只剩50了 而小T小T变成50 为什么 因为高的长太高了 被长颈鹿啊 绵羊啊 吃光 你长得矮矮的我吃不到你 你反而留下来 所以矮筋反而是好的 所以经过一阵子之后 矮筋的个体数变多了 大家这个就是生物随时间发生改变 它就是演化 天则是把高的吃掉 所以天则压力是加在这边 高筋被吃了 造成矮筋的个体数目变多 这是个天则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天则咯 因为高筋被吃了 所以造成矮筋的基因变多 因为它是演化 演化就有天则 其他的为什么都不对呢 因为用尽废退和获得性遗传 这是那个拉马克的用尽废退说 那不是在讲演化 可是这个标题 这个题的题杆 明明就是在描述演化 我经过好几代 某个基因的比例发生改变 生物的族群随时间发生改变 就是演化 所以最好的答案是天则 因为突变是不会造成演化的 你突变了 你还是这么多不同的外形 需要有天则做选择 你才会族群中的个体越来越高 或越来越胖 或越来越瘦 天则才会决定演化方向 突变不会 突变只是产生变异 没有选择 你还是什么都有啊 所以这题是天则比较好 天则造成演化的方向改变 以这题来讲 我举的例子 天则让矮经基因越越多 因为高经的个体被吃掉了 它的高经基因就跟着它被吃掉了 以上这是第十题 请问第十题还有问题吗